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安机关的统计每到年底都进入一个金融投资类诈骗的高峰期 为此公安部近期重拳出击 破获了多起利用虚假期货和股票交易平台实施诈骗的犯罪团伙 但公安机关也发出了新的提醒 和以往不同 最近破获的多起金融投资类诈骗案件 犯罪分子大多是利用社交平台 而且披上了情感的万一实施诈骗 我们如何识别这些骗局 这些诈骗具备哪些特点呢 我们的记者在一线进行了调查 2019年初浙江平阳姑娘秀秀跟男朋友分了手 她开始在网络社交平台上记录生活的点滴 以色偶然的机会 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名叫王伟的男孩 秀秀开始没有理会这个王伟 依然每一天网上记录心情 过自己的小日子 不同的是秀秀发出来的一些视频 那个王伟都会点赞关注 没过几天 王伟又发来信息说 自己就是觉得秀秀与众不同 因为她聊天特别的会聊 而且聊的都是有羞养的那种 她不是聊的特别直接的那种 这次聊天后 两人加了微信好友 每天都会聊天 打语音电话 聊着聊着忙 然后觉得感觉还可以 就是聊天能够找到那种快乐感 秀秀跟着家人在浙江温州平阳做生意 自从认识了王伟 工作和生活都有她为伴 为了表示诚意 王伟还给秀秀发过来自己的身份证 照片上的王伟 长相清秀 看起来很斯文 他的朋友圈里 也经常分享一些日常生活 长得比较有男人味的那种 就是说他内在的东西比较多 王伟说 自己比秀秀大两岁 做工程方面的工作 在秀秀隔壁的县城上班 几个月前他跟女朋友也分了手 他很珍惜跟秀秀认识的缘分 提出要以结婚为前提 认真的交往 差不多认识两个多月的时候 王伟提出想请秀秀给自己帮个忙 他说自己平时跟一个亲戚 在网络平台上做期货 每次都能赚点 今天亲戚出差了 需要秀秀用自己的手机 帮忙登录操作一下 面对这样的请秀 秀秀一开始是拒绝的 他认为两个人的关系还没好到 可以参与对方的经济生活 但是经不住王伟的一再恳求 他同意了 我什么时候相信他 才正式开始相信他 就是他把他的账号 跟密码 他告诉了我 怎么登出去 怎么操作 我说 然后我说 我说我很笨 这些我也不懂 按照王伟的要求 秀秀登录了一个网站 输入了王伟给的账号和密码 他看到账户中有十万多元钱 你再抱一遍 我再对一下 不好的 因为我心里想 这毕竟是请 那是我把人家给说出来 我觉得请对不起人家 大家好 秀秀说 自己当时很紧张 毕竟是拿着人家的真金白银 在买金卖出 他担心自己会搞砸了 很快王伟就回了信 好像赢了 一万五 十万块赢了一万五 王伟告诉秀秀 这是一个期货投资的网站 但他碰巧知道 这个网站有漏洞 假如按照一些技巧来做投资 肯定都是包赚不赔的 然后他提醒就得账了 然后他就挤头发过来 说秀秀 钱已经得账了 谢谢你 今天特别地感谢你 怎么怎么样的 接下来 王伟经常让秀秀帮忙操作一下账户 每次也都看到有盈利 在王伟的介绍下 秀秀开始关注这个陌生的网络平台 过了几天 王伟说自己要在平台上投资 他劝秀秀跟他一起买 保证不会亏 秀秀发现自己充值后 很快就赚了百之十的利润 办理了提现手续后 没多久本金和利润就到账了 然后就玩第一天第二天 就两天玩 玩之后都到账了 差不多同样的时间 在距离浙江一千多公里之外的广州 小飞也遭遇了同样的经历 她是每天就是聊天嘛 然后发一些比较好听的情话 然后也会打微信电话 2019年7月 家住广州的小飞 也遇到了一个自称王伟的人 这个王伟说自己在深圳 三十岁单身 小飞回忆说 这个男人主动跟自己打招呼 言谈举止很有素质 她说自己做工程方面的工作 看着王伟发来的图片 27岁的小飞也觉得很满意 就是看了她的照片之后 对她的防备心理就慢慢地放散了 然后信任度也慢慢增加了 这个王伟说 自己今年刚买了房 平常工作繁忙 没有机会接触异性 这让小飞感同身受 自从大学时期的恋爱结束 小飞忙于工作 就再也没有找到合适的对象 她在微信上每天都会给我发 早安 晚安 然后什么爱你 想你 这种的话 经常打语音电话 一聊就是几个小时 小飞慢慢开始 对这个王伟敞开了心扉 她觉得隔着网络的王伟 就是她一直在找的人了 越跟她聊天之后 就越觉得好像 越来越离不开她了 好像说这个聊天 变成了每天 必须要有了一件事情一样 和秀秀的经历一样 交往一段时间后 王伟也提出 请小飞帮忙 给她账号和密码 让她登陆一个网站 投资期货 登陆之后发现 她亲戚平台里 有一万块钱 后来我操作了几天之后 这个一万块钱 就涨到了两万块钱 王伟告诉小飞 自己经常买 这个网站的期货 每次都会盈利 如果有些闲钱 小飞不妨也跟着她 一起赚点钱 然后帮了几天之后 觉得这个来钱 确实是比较快 然后我就动摇了 就心动了 在男朋友王伟的帮助下 广州的小飞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充值了一千元 投资之后操作几天 发现她就变成两千块钱了 然后就觉得贪到了小便宜 小飞惊奇地发现 自己小事身手 居然有了一倍的汇报 随后小飞按照王伟的交代 又充值了五千元 这次也非常顺利地赚到了钱 获利百分之十 对她的防备心理就慢慢地放下了 然后信任度也慢慢增加了 此时浙江平阳的秀秀 也已经准备加大投入 多赚一点 那我现在投一天提现度成功了 那我干嘛不多赚一点 我就心里秀是探探路 在王伟的指点下 秀秀第三次的操作显示 赚到了百分之十 但是就在秀秀准备提现的时候 问题出来了 完了之后就发现提现不出来了 第三次的话 你放进去多少钱 十万 就是把我卡里的钱 还有父母的钱 都投进去了 投进去之后 我发现这个网站 它突然就登不进去了 此时广州的小飞 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在她获利准备提出现金的时候 平台显示不能操作 她很快找到了客服 问她这些钱能不能提出来 她说是可以提出来的 不过需要三十万的保证金 她才能帮我把钱提出来 客服人员告诉小飞 平台处于维护阶段 按照规定 只有账面高于三十万元的VIP客户 才有提现金的权利 我就到处借钱 然后周转这三十万钱 为了尽快将自己账上的钱提出来 小飞东拼西凑 男朋友王伟每天都陪着她 让她别着急 然后等我把这三十万打给她之后 她的聊天就开始变得很敷衍 然后我就给我最信任的朋友说 然后她就跟我分析 她说你这肯定是被拼了 她说你去办案 警方调查发现 秀秀跟小飞遇到的王伟 的确是同一个人 在欺骗这两个女孩的同时 王伟还在跟另外两个受害者谈情说爱 为了取得受害者的好感 王伟会将自己包装成一个暖男形象 他使用假名字 制作假身份证 用假的照片 伪装各种朋友群假象 从网上下载过来 比较帅的一些照片 发一些朋友圈的动态 每天做的事情 让你感觉这个人是很真实的一个人 而这个片数中最关键的一步就是 王伟会透露 自己有很容易赚钱的方法 当他跟受害者的关系比较稳定后 就会以帮忙的名义 让受害者登陆制作好的假网站 这些假网站模拟期货交易平台 一般人无法辨别真伪 4月2、3次成功之后 这个受害者就会觉得 这种钱肯定没什么问题 包赢钱 等到受害者开始大量充值时 诈骗团伙就会以各种理由拒绝提现 警方通过调查发现 王伟等人为了逃避打击 一直在境外实施诈骗 案件一时陷入僵局 2019年7月 警方得知这些人突然回了国 就是你 什么时候睡了你 起来起来 对 擦衣服 我擦衣服 擦衣服 擦衣服 专案组迅速展开抓捕 成功抓获了诈骗秀九 和小飞的几名主要犯罪嫌疑人 镜头前的李某 就是秀九和小飞的男朋友 王伟 今年19岁 江西人 李某初中毕业后 四处打工 他说 自己是想着 出国能赚得到钱 才走到了今天这一步 过去的接触者 才知道是骗人的 他要求你怎么做 就要求我跟家人聊天 李某每天要物色 看起来很有经济实力的女孩 通过聊天 与她们建立亲密关系 跟她聊天聊熟 然后跟 把她的戒备心打消掉 然后就跟着好像是 就想追这个人一样 一般寻找的都是些什么豪车 豪房 然后也基本会把自己伪装的高拉上一点 就是有钱 家里面有钱 然后长得又帅 然后心底又成熟稳重 就把自己伪装成这样的 让我们感到意外的是 这个犯罪团伙的年龄都不大 杜某今年才17岁 已经是这个诈骗团伙的组长 也是这个团队中业绩最好的成员 就是被我骗的受害者 有五个人 其中里面充值最多的 被骗最多的 你还能拿出来多少钱 充了有30多万 诈骗团伙会给每个人规定任务量 完成了任务 就可以拿高额提成 从它的危害角度来讲 我们就不得不重视 就是要我们投入重边 不论是在打击上面 还是在防范上面 根据不完全统计 2019年 类似金融诈骗举报者当中 男女比例接近一半一半 2020年 此类诈骗举报者当中 男性占比是31% 女性占比多达69% 女性被骗用户增多的原因 是这些诈骗团伙 瞄准了一些容易为爱付出的女性用户 抓住特定人群的特定心理 展开骗局 当然此类金融诈骗 不只是盯住容易为爱付出的女性 对于那些喜欢理财投资的男性 则是另有其他的套路 我们接着来看记者的调查 据浙江温州平阳警方统计 截至2019年8月底 他们接到过的杀猪盘类案件报警 占整个诈骗类案件的10% 但是在杀猪盘案件中 受害者损失的金额却占到总金额的一半以上 那这一点肯定会引起我们考虑的证实 警方介绍 杀猪盘类案件 受害者之所以损失巨大 是因为此类案件 骗术花样和套术层处不穷 除了感情欺骗之外 还有一种骗法 甚至让部分受害者 最终都不知道自己是被骗了 2019年3月 家住浙江平阳县的曹先生 犹豫再三 还是来派出所报了案 他怀疑自己被人骗了十几万 网站的账号什么的都进不去了 曹先生是平阳本地人 工作稳定 平时会拿出一部分资金 炒炒股票 他回忆 自己跟最好的朋友王先生 就是在一个股票群里认识的 这次自己被骗 他说王先生也是个受害者 他说他的也进不去了 然后我就跟他商量 这个事情怎么处理好一点 后来我跟他说 因为长期投资股票 曹先生说 自己有些理财的经验 他经常看到那个王先生 在股票群里发言 说的很多观点都比较专业 后来王先生 主动加了曹先生的微信 两个人经常聊聊投资 聊聊理财 朋友圈有的时候 都是塞一些 全家人一起带出去旅游的 图片什么的 还有平时都是 开自己在保时街车站的 照片的什么的 反正我看着是很信仆的 在曹先生看来 王先生就是典型的人生赢家 不仅事业有成 股票投资还都盈利破风 跟王先生交了朋友之后 王先生把他拉到了一个 叫谈股论金的微信群 里面每天都跟着一个老师 学买股票 老师推荐的很多股票都赚钱 看到有些人的话 他们讲的话 发的图片 看的都 就是有的都是盈利的什么 他们说的话也很专业的 大概过了一个多月 微信群里的老师说 最近股市走势不好 他推荐大家跟他学做期货 保证可以一起挣到钱 群里的很多人都表示 愿意投资 王先生也显得很有兴趣 每天都会进行一些直播 什么的期货买进 买出什么的 眼见群里的很多人 都在老师的带领下挣了钱 王先生说 自己按照老师的指点 投资了15万 一个小时左右 就已经获利10%了 他说他有赚到钱 对 他也有每天跟我交流 有时候发给我截图 随后 那个王先生又说 这个期货平台投资简单 到账也快 他让曹先生赶紧 跟他一起去挣钱 我认识他也挺久了嘛 这朋友的话 也感觉也比较靠谱 所以其实就想 也跟着投入 跟老师一起做期货 曹先生在网络平台上 充值了十多万 他也按照老师的指点去操作 没想到 很快就亏掉了 他觉得自己的运气 实在太差 随后他就不再跟着老师 只是按照自己的投资经验 买进卖出了 他居然赚到了一些钱 弄了几天以后 突然发现 他这个平台 即使我盈利了以后 他好像不能提醒了 曹先生报案说 警察很快就调查清楚了 曹先生遇到的 就是杀猪盘类 针对股票用户的一种骗局 曹先生一直很信任的 那位王先生 说白了 就是个骗子的托儿 所有的资金 都是通过专业洗钱公司 对资金这块 基本上是有钱的溯源 2019年7月 警方赶往广西南宁 抓获了六里杀猪盘 诈骗的嫌疑人 在抓捕现场 警察查扣了大量手机 电脑等作案工具 还有嫌疑人的日记本 在这个骗局中 嫌疑人要准备多个身份 他们专门去找 跟曹先生一样 有经济实力的中年人下手 黄某今年18岁 他的主要任务 是寻找喜欢做股票投资的人 推荐这些人 进入他们制造好的虚假网站 黄某会假扮成资深的股票行家 将受害者拉近 由骗子组成的微信群里 每天会发出制作好的截图 吹嘘自己在老师的指点下 做了多少钱 就再次吹谤老师 就要跟着老师操作 这个能赚钱 当受害者开始买卖网站的期货 他们就会通过技术手段 拉低或者拉高指数 让受害者误以为自己投资失利 心理防线逐渐垮掉 后来我们公安民警报案之后 会跟他讲这个情况之后 他们才会醒悟过来 被骗的感情 也包括被骗的那个 那个金钱方面的 采访中 曹先生说 他一直把王先生当知己 现在得知了真相 觉得这笔损失一笔钱 还让自己难以接受 他这个朋友的关心的话 我感觉到很不错 感觉遇到了知音一样 但是后来反复被骗了 对 然后被最幸运的人骗了 只有你这只猪养成了 杀了之后他才有钱 其实很残忍 非常残忍 欺骗感情有欺骗经济 公安机关根据大数据 给这些虚假期货和股票 投资的受害者 进行了统计分析 数据发现 受害群体呈年轻化 主要集中在20到29岁 年轻人愿意尝试网络交友 而安全防范意识 却相对薄弱 也容易被小恩小利所蒙蔽 而40岁以上的网民 容易受骗的类型是 金融信贷类 仿冒 低价利诱等 这个群体有一定的积蓄 渴望投资 但是对虚假投资网站 缺乏识别和防范 此外公安机关提醒 网络诈骗呈现 跨平台化的趋势 像这种虚假期货和 股票投资的诈骗案件 犯罪分子首先下手的地方 是社交平台 先谈感情 再层层诱导 最后再实施 虚假金融投资平台的 充值操作 十几年关 一些诈骗团伙再度活跃 公安机关严厉打击的同时 也提醒广大百姓 理性对待金融投资领域的 各类产品 选择正规渠道 进行金融消费和投资 切莫贪力 上当受骗 好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了解更多节目内容 您还可以下载 央视财经客户端 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 中央电视台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